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我想其实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呢 基本上其实台湾放的假期蛮多的啦 那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事实上全球的市场也悄悄的出现了一个变化 那资金流向呢 我认为是现在大家在进入第四季的时候 应该要观察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先来这个简单的帮大家来做一个复习 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市场呢 其实我认为呢 其实相对来说呢 它的这个变动其实相对的会比较大 那对于整个市场的观察指标来说呢 可能大家观察还比较多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一把爪里面呢 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说 从美国市场到底会不会衰退 到这个接下来呢 资金是否流向新兴市场 那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制造业 还有科技业 在第四季是否呢 会面临来高级期 高级期的挑战 不一定会是修正的 但是高级期的挑战 再来就是说所谓的包含中国市场 它的资金的这些所谓的翘翘板 到底跟这位所谓的亚太的之间 是一个所谓的进和的关系 还是资金进足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包含呢 我们看到了日本市场 日本市场呢 最近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 那个货币的贬值的幅度 其实是相当的快 那石破茂呢一反之前 那本来比较做所谓的鹰派升息的立场 把这个所谓的姿态放软之后呢 哇日股这个也是短线的创高 那近期巴菲特又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动作 所以 假设有机会啦 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聊 这个整个现在的资产布局的状况呢 跟我们在所谓的前三季看到的状况呢 有一点出入 有一点出入 好 那昨天晚上 也就是我们看到10月10号 就是我们休假 这个国庆日的网站 美国呢公布了这个所谓的重磅瞩目的CPI 这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公布出来呢 是这个同比是增这个所谓的2.4% 2.4% 是三年半以来的新低哦 那这个新低照理来说呢 基本上大家应该拍拍手 可是怎么样是超乎预期 我先讲我们上个礼拜 如果大家看什么上个礼拜的的 收听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 就知道新哥讲 这一段日子以来呢 原物料的行情呢 基本上它是怎么样 它是长得又快又急 那大家想想看嘛 你原物料长得又快又急 那基本上呢包含基本金属 你说铜啊铝啊链啊 这一段一拉起来可能都百分之二十多哦 那油价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中东的关系 大家知道你说包含你说 呃呃以色列这边哦 那跟这个伊朗哦 这基本上这个我感到没完没了啦 那运价指数可能又被有这种塞港的延误的状况下呢 那可能会有影响 那当然啦 美国的罢工哦 可能暂时呢就影响比较少 可是在于说中东这部分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你看油价涨 运价涨 基本金属也涨 啊你说CPI 要能够大幅下降 那又没有问题 所以说老实话 那基本上呢CPI是下降 可是呢是怎么样 是超乎预期 就是说它没有降的很多啦 那所以怎么样 所以呢 昨天晚上就出现了一个议题 就说哇这个 有些这个联准会的票委 就说啊这个 接下来不要再降息 哇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全球市场又沸腾了 什么叫沸腾哦 本来是怎么样 美元很弱 然后美国的殖利率要往下跌 对不对 那债券是一个避风港 可是呢 我最近听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哇 身边的朋友 去压杠杆型的债券 现在都面临一个停损潮 我看一下哦 就包含到今天为止 这些所谓的美国的 这些所谓投资美国公债 尤其是加杠杆的部位 都面临比较大的意思吧 变临比较大的压力 美债的正恶 美债正恶 其实大概这一波已经跌了 正在因为加两倍杠杆 跌了大概12% 就这一波的高点 我们以这个比较大 大家就这个元大的美债正恶 就00680 大家可以看 高点大概是10.12 这是ETF嘛 那现在到了今天为止 今天早上是在8.77 你看10.12到8.77 感觉上没什么 对不对 但问题是这是债券 所以这一波的跌幅 已经大概13%左右 已经13%左右 13%不止 大概14% 快15% 所以我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 开始 去在降息前夕 压住美债的 短线的冲刺的朋友 你到底有没有看新闻 去买美债 然后什么定存买美债 然后老婆暴怒 怒骂老公说 你在搞什么东西 被李川骗了 然后爆跌 那也没有叫爆跌 那叫涨多的回答 跌大概13% 14% 有人准备停损了 那这样的一个消息 跌加起来 你就会觉得 这个第四季 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我们先说一个重点 我先讲 我们今天其实 台了这么多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说 现在的市场 很多都是偏向一些 低基期的部位 那低基期的部位 其实包含债券 债券在降息之前 已经不能算低基期 他已经算拉高了 尤其你是有投资 美国政府公债 又加两倍杠杆 那你的预期应该是什么 联准会是 降两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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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前星哥 已经跟大家讲过 可是反过来 如果联准会告诉你 降两码之后 美国经济看起来不错 飞龙就会出息很好了 那CPI考虑又降不下去 大家知道 物价指数降 联准会他降息的速度才会快 物价指数只要是反弹 甚至飙升 联准会我干脆不降息 我等你怎么样 我压力你通膨 所以这个态度就在这里 那你去短线杠杆去压住 所谓的债券的喷出 这没有什么不行 那问题是说 当债券没有喷出的时候 反而回档的时候 你现在就应该要思考的是 你的杠杆是不是要怎样 应该要短线要去杠杆 这跟A股的状况一样 A股如果续喷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A股如果没有续喷 你压杠杆 那这边的杠杆 事实上你就要留意 杠杆的反噬 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 开中民意就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就说接下来 接下来的热点就是 你的A股应该怎么办 你说我们刚才讲的 债券该怎么办 债券我跟你讲 简单的一个告诉大家 就是债券不是拿来让你炒短用的 好不好 所以呢新客债券有没有动 我债券是联动了没动 因为我不是投美债 我投美都是高收益债 那反过来A股 你该不该投A股 我记得 从9月23 9月24 我上这个奉献节目 当天开始讲中 A股就开始一路暴涨 那暴涨之后呢 其实这两个礼拜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关注 A股的一个状况 那A股其实呢 我们要先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 有点可惜 这个可惜是在说 我常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 就是说 在11长假期间 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的长假期间呢 A股是修饰 我们先把这个定调 把它定调出来 A股是修饰的 那台股有没有修饰 没有 亚股有没有修饰 不是不是 台股有没有修饰 没有 美股有没有修饰 没有 港股有没有修饰 就是香港市场 修一天 香港市场修一天 所以市场的资金呢 在上海没有开盘 深圳没有开盘的状况下呢 是疯狂的压住 A股的市场的周边 我举个例子啦 就说 就是 求我们 你在什么 我在打个牌 对不对 旁边四周围的人在插花 我们就像这些插花的嘛 就插回来 然后一直在压住 这个插了 插了 我插里会涨 对不对 大家疯狂的插了 结果呢 在十月八号 这说起来也好笑 十月八号 A股开盘前夕 那基本上呢 这个中国证监会来说 嗯 这个开的户 我长大时间开的户 实在太多了 那 要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机会 所以呢 大家可以提早输入买谈 意思就是说 中国证监会来说 这破坏了啦 坏了啦 所以怎么样 提供大家 R A股的股民们 还有这些机构们 赶快上车买股票 结果 各位知道 十月八号当天 那星哥也是一样 我也是盯在这个盘前 就是这个礼拜二 就盯在盘前 一直在看这个盘 等他开盘 对不对 结果 有没有索 有 上证指数 上证五零 互生三百 创业版 科创版 那创业版跟科创版的涨停 是百分之二十 上证指数呢 还有其他的 包含在A股交易的 这个所谓的大型股 中大型股 是百分之十 一开盘 全部其实都是亮灯 那 上证指数 其实很久没亮灯 亮灯意思就是涨十%嘛 开盘涨十% 维持多久 维持五分钟 这个就是有一点 我先说 就是我们刚才讲 就是我们外围的 对于我们家 对不对 我们做这个 这个入港股的 我们是压ETF 对不对 美国的这些投资道 他是压美国ADR 是疯狂的压住 我们这些相关的外围的ETF 一直底 对不对 压进去之后呢 那个其实就冲出去了 那大家在想说 A股的正股 你在台中在打败 对不对 你应该就开盘之后 啪啪啪 全部怎么样 虎牌嘛 对不对 结果没有 结果就放枪了 开出来之后怎么样 没有锁住 就是啪啪啪啪啪 就开高走低 那开高走低之后 在10月8号当天 A股就收了一个比较长的K棒 黑棒 那上证指数的高点就在3647 然后记得这个点 这个短线一定要赶快尬过去 没有尬过去 A股就变高涨震荡 当天就跌 而且应该是说从开高走低 然后呢实体的黑K棒 大概是跌了6% 啊当然啦 整体还是开高嘛 可是跟我们外围的资金 就不符合预期嘛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长价期间呢 不论压美国AD啊 美国这个相关的中概的金融指数 还有台关的相关的ETF A50期货 港股期货 H股期货 其实在外围都可以交易 对不对 其实都已经爆喷了嘛 所以这些爆喷的这些指数呢 就回头过来说 啊 啊 会这样 所以大家知道吗 为什么现在的A股市场 开始就会出现两极化 你看到很多分析就跟你讲 啊这个A股不行了 啊这个基本面不好 这个 这个骗人了 那有一有一派人就会跟你说 啊没有啦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短线的涨多回调 我先说 我们待会就来看 A股现在 第一个阶段的爆炸性的喷出行情呢 这个资金行情两个礼拜内了 因为资金太多的涌进 短线太多人是怎么样 加杠杆已经卡在里面了 那这些人呢 如果是短线交易者 听清楚了哦 短线交易者这里的追逐 那可能呢 就会造成怎么样 开始有震荡回调的风险 可是长线布局者 或说你是资产配置者 你其实面临的就是不一样的 你就等他拉回 啊我才能买嘛 这样懂我意思吗 其实在我们这上媒体节目 也是同样告诉大家 我们先搞清楚一件事 我们待会再来看 筹码面的一个状况 先听清楚 清哥再讲一次 短线如果你觉得我要爆买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我刚才跟刚才讲的 美债的ETF一样的概念 哎你觉得美国要降息 对不对 啊这个是这个 妥当赚 摆面赚的重东西 对不对 降息前夕的前一天 然后你买进了 二叉的什么 二叉的美债 结果 跌了十几% 然后老公骂老婆 老婆骂老公 老公骂李专 那就不对了 那标准你没有独立判断的意思了嘛 人联准会就跟你说 我就是这一次预防性降息啊 对不对 回到A股 啊A股就告诉你说 9月24号开始涨 一路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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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到10月8号 10月8号这个A股开盘之后开始下跌 你现在来说啊啊为什么A股下跌是骗人的 那不是骗人的嘛 而是这一段积累的时间 大概有一个礼拜半 就大概快10天的时间呢 是大家从不相信 到把这个资金押入到什么 到爆喷 然后到最后什么 到最后在A股开盘的时候 现在到底是谁不相信啊 我告诉各位 是A股大陆的股民们自己买进去了 刚好就怎么样 短线买进去说哇 短套了 那懂我意思吗 所以哦 我再次强调哦 这里A股如果你要加杠杆 包含你说A50相关的ETF 护身300的相关的ETF 你要加杠杆可以 一定是拉回 不是暴冲的时候再去加码 不是暴冲的时候再去加码 为什么 因为短线呢 其实已经什么 已经一个波段已经涨了什么 涨了30%左右 你30%左右 你再加杠杆要做短线 啊不是跟刚才遇到的美债一样吗 美债你说 像我们长期投资人 有没有赔也没赔嘛 只是这一波本来涨上去的美债 现在又回来了 A股也是一样 长期布局的人可能怎么样 可能9月24 9月25 那边已经开始在买了 但是如果是你是怎么样 你是10月6号 10月7号买的人 那当然这时候就翻车了 那其实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如果说你看这两天的新闻 那有个少年股神翻车的新闻 也很这个夯 就是00877 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 入股的这个ETF 更正一下 00887 因为都很像 00887 就是永丰的中国科技50大 这个报违约交割 那为什么会违约交割 很简单嘛 就是在什么 就在A股开盘的前一天 这个是什么 10月7号 10月7号它暴涨 也就是这个礼拜 暴涨116% ETF没有杠杆的 暴涨116% 你听起来是很恐怖的 那为什么 因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大家那时候在压A股的开盘 还没开嘛 我们讲10月8号还没开盘嘛 所以10月7号的时候 大家都疯狂 大家都疯了 开始用力押注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00887 这个永丰的中国科技50大 它的资本 整个基金的规模就是4亿 4亿的规模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 那种元大的这些什么ETF 大概都是可能就2000亿嘛 一般A股的ETF 我去看也都是100多亿 有的比较差一点80几亿 你4亿规模的ETF 表现怎么样 这个盘是很小的 我这边就解释给大家听 但是大家什么 过度乐观的状况下 就是追买 那追买之后呢 在这个上个礼拜 也就是在这个所谓 10月7号以前的一个交易日 就被媒体揭露了 它的这个折溢价的幅度 溢价过高 小贵啊 所以就有人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10月7号的时候 就去放空它 结果果不其然 我告诉各位 你可以看不惯一个市场涨多 比如看黄金涨多 看什么 看A股涨多 看美股涨多 你看一个市场涨多了 你可以不开心 可是我告诉各位 不要去做放空的动作 我们刚才讲00887就讲 就是大家去放空它 然后有少年股神去买它 结果怎么样 两败俱伤 放空它的人筹码被锁定 直接拉上去 当天就是直接从什么 从20块 直接涨到36块 那天真的非常刺激 大家有机会你把K棒掉出来 这个其实你这几天都炒飞了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是空的 因为你A股的交易还没交易嘛 然后呢你直接指数股票就拉上去 为什么 因为ETF筹码在人家身上啊 很多人都问 啊星哥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ETF可以涨 很简单嘛 4亿的整个的一个容量 那基本上只要投信不卖 那这些主力他不卖 他把盘子买着 他还帮你点火拉上去 那你有人放空我就嘎你 那天出的状况就是这样 嘎完之后呢 你看这几天 有没有下来 有 但是有没有收敛 没有收敛嘛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一个重点就说 反正资金在我手上 我就hold着不动 所以我这边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个重点 中国热或是入股热 其实在这段期间呢 我认为他是一个启动开关的开始 那这个启动开关开始 一启动之后呢 其实他很难断线就逆转 那你说为什么我现在去买 所以赚不到钱 很简单啊 你去看两个礼拜前 大家还不相信的时候 那时候重压的人 现在已经赚钱了嘛 可是你看到这个第二阶段 开始回挡之后 他的去杠杆化已经开始了 也就大家现在不是无脑的在抢进A股的市场 乱买一通乱压杠杆没有了 第一波做交易的人他已经短线可能赚30% 20%获利了结 第二波进来的人包含 A股的股民 包含这些没有加杠杆的部位的人 包含各位 我认为你现在投资的标的概念就是怎么样 我是分散我的什么市场的风险 什么叫分散市场的风险呢 就是包含美股也好台股也好 我们大家就看到 其实本益比相对来说比较高 A股的本益比比较低 我是分散不同市场的本益比的风险 然后我来做一些配置 那如果是配置的话 比如说我的配置可能就是什么样 我是这一段好已经涨一段了对不对 回档之后我配置 我可能再等你一记 看看你A股有没有机会 这样的配置 你怎么会说这个时候我去加杠杆去买呢 所以我再次强调 其实它第一个阶段的暴涨 从长空去做逆转 转为什么空头结束 短多的启动 这个第一个短多启动已经启动了 可是启动之后呢 涨得过快 所以大家上不了车 那开始什么 有人要下车了 这个时候下车之后呢 并不是你再去加杠杆的时候 反而是你资产配置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呢 如果做杠杆交易的人 应该这个时候 可能要把你的杠杆什么降下来 也就是你买2X的 你去加杠杆的 你要降下来 可是如果你还没上车的 或是你要做配置的 包含一叉的 就是没有杠杆型的原汁原味 去买进入股的 我们待会提到 包含有一系列是买什么 中国A50系列就是茅台啦 宁德时代这是一挂 第二挂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 买进什么 买进这个所谓的香港相关的 包含腾讯 阿里巴巴 小米 甚至于美团这种网路科技股 这是一挂 这个其实基本面比较好 第三种是什么 买进什么 中国科技股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 力讯精密 中心通讯跟平盖比较相关的 中国的科技股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去杠杆 这些所谓的指数期货的 带给你的两倍杠杆的 在第一个阶段 你可能要小心 因为爆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而且爆喷完现在都还是 溢价喔 意思就是说大家感觉 我快来跌回档 赶快再压桿桿 最后他喷 所以这个溢价就告诉你不对了 可是反过来一些原资原味的 在压这种所谓的中概股的 那相对来说呢 其实我认为呢 后续的布局 他相对来说 他的空间会比较大 好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先提到 从这个欧美市场的债券回档 然后再来说所谓的 A股市场的这个礼拜的状况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给大家看看 现在市场资金的流向 到底在哪里 到底是从欧美流到亚洲新兴市场 还是从新兴市场往外流出到债券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第一个阶段提到 从美国的CPI 然后到这个所谓的殖利率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呢 第四季呢 整个市场的本来是 强烈的压住美国的衰退 可是美国的衰退 看起来呢 又再有起起的韧性 去往这个所谓的 11月12月移动 不要忘记了 美国11月有选举 包含我们说贺锦丽跟这个川普的选举 看起来呢 这个还是这个如火如荼啦 那回过头来 我就在这边再多提一嘴 就说 那么现在美国的经济数据 你到底觉得 他的这个所谓的 显现出来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的 那当然是为了怎么样 为了让执政党好看嘛 所以我觉得你不能够因为这样的方式 就认为美国市场没有任何的问题 至少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 好那你现在是这样 我就 看数据来做事 可是到11月选完之后 那个真正的观念开始 如果选完之后经济还是很好 没有问题 那表示是真的 对不对 而我选团之后 开始回归 因为前面就有什么 回归修正 回归校正数据的时候 什么飞龙就一直去 之前都什么调查错了 一直往下降 啊表示怎么样 哎 美国的失业率上升 美国的飞龙之业率下降 那个时候 就会回过头来 大家在检视 是不是科技股有问题 是不是债券比较好 那中国市场 A股 也是一样的道理 前面大家外围 涨得很多 对不对 好那 资金到底有没有流露呢 我们这个阶段 我们来跟大家聊就说 那市场的资金呢 事实上是什么样 从这个中国自己本身 跟所谓的外部 都有双重的流露的一个资金 来做挺进 在10月10号 首先我就要提 我们就提点新的 在10月10号 10月10号在我们放下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人行呢 终于出来说话了 我先讲 10月8号 就是也是A股长假 就11长假开盘后的第一天 这个发改委出来讲话了 他讲的话是 完全 这个以这个 A股的讲法 就是叫做 一道的讲法叫做 吊书带 就说 我发改出来了 然后讲很多一大堆 这个冠冕堂皇的 可是 我说老实话 我有看那个直播 看那个直播看起来 就是很无奈 为什么 因为一面讲 A股就一直跌 就一直跌 表示他不知道你 政策的实际力多在哪里吗 他说发什么专项债 然后发什么地方债 然后发了很多债券 对不对 那希望这个整个 呃把这个所谓的呃 地方政府哦 发很多的长债 然后把你再放到后面 然后钱拿到下面先用 这意思是这样子啦 那第二个就说 要保军年的GDP 所以怎么 大家要冲刺 这我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我大家都知道 我我知道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实质力多在哪里吗 所以呢 10月8号就跌了 10月9号也跌 10月10号 我们没开盘 对不对 A股有开盘 A股开盘之后 在开盘前 人行就出手了 人行说什么样 好 你们 我知道你们不想听这个啦 我们想要听听 你们想要听听钱从那里来 对不对 好 那人行就说好 5千亿元的互换便利 开始落地 大家要去注意看哦 其实在 我看在台湾的报导里面呢 对于这个东西呢 可能都轻描代行 因为大家可能就在走 什么国庆日啊 在讲 对不对 可是我昨天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A股有没有发现 有 也就是说哦 事实上呢 这个人行公告哦 大家看到这个字可能有点小 我念给大家听 就是这样哦 他说是这样哦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创设 证券 基金 保险公司的互换便利 我解释给大家听哦 在A股市场 保险公司的资金其实是最大 跟他都还一样嘛 那叫险资嘛 可是呢 他不像台湾的很多的这些受险公司 他可以买很多地 他可以买美债 不行 其实对于陆股的险资来说 他投资的项目有限 他的可能就投资一些什么 公债啦 投资一些股票啦 但是呢 他资金有时候是卡死的 没当当嘛 对不对 所以险资这块保险资金卡住了 对不能动 没有流动性嘛 那基金呢 其实在今年从1月到9月份呢 被清算了不少 我先讲哦 清算哦 为什么 因为A股跌跌不休嘛 所以很多的基金哦 动不掉啊 清算 清算的意思是什么 没人买 没人买 那可能本来一档 可能是100亿 到200亿的这个人民币的基金规模 到最后大家都都不买了 都赎回嘛 赎到最后 这样 规模太小 清算 所以 现在哦 就会变成说怎么样 整个A股市场 人行就看哦 这个基金的池子哦 不够大 水位不够多 所以怎么样 希望你限资跟基金跟证券 所以各位知道跟台湾一样 证券资源部 各位可能没有呆过哦 我朋友呆证券资源部 手头的资源多少 50亿 就50亿台币 就那个算很多 就是拿公司的钱吧 你说什么 统一证券啊 然后这个什么 康合证券啊 他们一定有资源部嘛 那是什么 那是拿老板自己的钱放进去操作的嘛 所以这个资源是少的 所以现在反过来 我们回到这题说 为什么说 互换便利落地是一个利好 为什么 就资金进来了吧 所以呢 保险公司可以债券股票 ETF 互升300的资产 抵押 然后人行换入国债 然后换成流动性资产 意思就是说 来啦 你们这些哦 做A股的 你股民们 你钱不够多 没关系 我机构先停你 我机构停你之后 你有债券的 你有这些卡住部位的 来 人行就借给你 所以怎样 5000元 这个互换便利就说 你本来是卡死的钱 你押在我人行这里 我再放新的钱给你 啊放新的钱你去干嘛 去买股票啦 去买股票啦 这样懂了吗 所以昨天这个市场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把卡住性的非流动性资产 转换成流动性资产 这叫互换便利 好 那这是A股自己本身这杯 我们来看哦 外围的市场 现在我认为呢 很多人去解构 入股的基本面哦 其实是 没有太大的什么实质效益 为什么 因为A股的基本面 有没有可能因为 这种所谓的人行放水 然后人行在注意 然后马上你去看看 很多的滞后的基本面数据就变好 这不可能嘛 所以你现在看的不是基本面的数据 你要看的是有没有资金实质的买盘 那这些资金有没有撤走 如果都没有 那表示说什么样 这些资金我就进来卡位的 如果各位听过星哥有讲一件事情 就说 包含 技术面 基本面跟筹码面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筹码面 你讲那么多 其实前面讲这两个的 你看我技术到位了 我基本面好了 啊有没有人来买吗 如果没有人来买 啊你再讲再多也没有用嘛 对不对 所以主动基金的配置 这个讲的是全球的基金配置哦 其实是五年来新低 甚至于在九月份之前呢 很多的A股相关的这些外资的公司 就是说外国资在上海的 我听到都是直接撤退了 所以现在反过头来要买的时候 他一定从什么从外围买 我先讲从外围 从外围 然后从香港 然后你说真正进到 A股市场去买的 我认为这个时候主动基金还没来 他现在香港买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在哪里买 我们在台股买嘛 比如说举例来说 好富华投信 我跟富华投信买ETF 对不对 好那 我的钱跟富华投信买ETF 我是不是钱交到富华投信去了 富华投信的基金经理人 他透过香港的账户 那可能用什么 用富港通深港通 打到什么 打到上海去买 那就是富港通 打到深圳去买 就叫深港通 这个是没杠杆的 但是这些经纪人是把钱 汇到香港去了 香港的资产再去买 这个叫什么 就叫做直通车 就是这个方式其实是看起来 是A股市场 比较有的一个所谓的资金的动力 跟量量能 那市场上 整个现在呢 还是属于什么 一个所谓的资金的回补潮 那这一页呢 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 新兴市场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条线 黄色的线叫做债券市场 蓝色的线叫做股票市场 各位有没有看到很清楚的 包含在24年的下半年 大家是先押债券 债券先押进去了 然后下一个阶段呢 诶 债其实没有什么涨嘛 那连组会说我们要快速降息嘛 反过头来呢 又回过头来押什么 押新兴市场的股市 所以 各位这个告诉你一个重点就是说 现在的资金的流量 其实本来是怎么样 本来是全部都在加码债券 可是回过头来这个时候呢 就会从什么 从股市 从新兴市场的股市 再有资金的重新的流入 那这个流入的时候 大家就要可以很注意的去看到 现在的资金呢 从中国 印度 台湾 还有韩国 这些新兴市场里面呢 你就看到很明显的一个重点 基本上这几年呢 从所谓的MSCI的配置来说 他们在新兴市场的配置 他就把什么 把所谓的India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条条件 India就是印度 是超配 从浅色的14% 配到20% 所以这几年 为什么印度长这么多 我就配置配置配置 配进去了 台湾 也多配4% 从本来14%配到18% 那韩国是持平 来 谁是股主 A股就是股主了 像China China从本来的配置32% 怎么样 往外流出 所以他减码的8% 所以各位要知道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过去 这些叫什么 从我们说的这个22年的December 就22年的12月到24年的9月 这些所有的MSCI在新兴市场的配置呢 是把什么 是把A股 就中国市场大幅的降低 是把印度市场大幅的提高 那你知道吗 从9月份到10月份呢 这个现象呢 开始reverse的 逆转的啦 你看哦 其实从9月24号开始呢 A股市场上阵子是不是爆喷 这是爆喷哦 好那爆喷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你可能没有去看印度市场 印度市场 今年度也是创高 可是这个创高的同时 在9月底是创新高 创新高来到哦 印度梦买指数来到了85,900 就86,000点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个礼拜 他是从高位快速的下跌 那表示怎么样很简单嘛 这些外资们呢 开始又调整他的部位了 也就这是一个国家的指数嘛 他从比较强烈的 这种所谓的看好新市场的印度 跟台湾 现在怎么样 开始把这些资金呢 我已经串高了嘛 开始做回撤 撤到哪里 撤到A股的市场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 A股相对的位阶 他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说包含我们的所谓的呃 台湾的加远指数啦 还有这些什么印度的指数啦 他相对的激起已经很高了嘛 所以位阶的流动也告诉你一个重点哦 资金流现在是往什么 往所谓的A股来做流入 所以你不要说A股这两天再跌 你就说啊这个A股完蛋了 没有啦 这刚开始而已啦 所以资金的流动的配置 我再次有强调 以配置为主 好那下一个节目我们再聊聊哦 不同的ETF他代表 大概可能有一点所谓的呃 跳跳讯或是什么杂讯哦 那来请大家多多包涵啦齁 好那我们现在的节目恢复正常哦 那这个阶段齁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齁这个 来做分享就是说齁 其实呃以现在的一个呃 中美的利差的关系来讲齁 事实上齁是人民币相对来说齁 是比较类似偏升的动作啦齁 那人民币在升值的状态呢 其实大家就知道齁 资金呢看起来呢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类似所谓的一个净流入齁 那这一波我像这一波 这一波人民币的相对的应该最高点 就也是比较弱势的时候 是在7月底7月初 是7.3 就是1美元换7.3的人民币 那强烈升值齁升到最强的时候呢 是在9月26号 到9月27号 当时人民币不是升破7 升破7齁 所以这一段的期间内 其实人民币是快速的升值 好那这个预期呢 就是在于是什么样 中美利差会开始缩小齁 那中美利差缩小的意思就是说齁 其实人民人民币有说人行 他还是在降级降准嘛 可是呢 以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是一次降粮嘛 齁所以美国降的幅度比较快 然后呢人民币应该说人行 一股的这个市场 因为人民币的降息的幅度比较低 所以当时的利差呢 其实是开始缩小 缩小的状况下 对于人民币就有利嘛 那人民币有利的状况下呢 资金就开始往什么 往这种所谓的新型市场 甚至说所谓的人民币来做packing 好那packing的之后 为什么最近会反弹很简单嘛 回到我们刚才讲了 阿美国现在要说 我不要快速升息了 我告诉各位啦 现在的包儿齁 就很然你看他 面孔阿贵啦 你去看他每个月讲的话 都一定不一样 真的 因为接下来他要怎么 面对美国总统的选举 要面对市场 所以说你说飞龙肉业就位数据 Among the both sides 프로 都觉得这个数据呢 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啦 因为企业的压力真的蛮大的 那通膨又开始有点反弹状况下 对于美联储来讲齁 他这个时候齁就是胆将金子 降兩碼之後 11月我覺得不太可能不降息 還是會降 可是美國經濟到底撐不撐得住 我認為11月12月就見分曉了 消費型電子賣的好 市場OK就OK 如果不OK 回過頭來喔 美元就會回過來越變弱勢 我要講的就這樣 所以你說這邊美元我認為就是反彈 他不是反多攻上去他是反彈 好 那既然是這樣回到A股的投資裡面 我講 A股相關 剛才在休息時間 也有人在問 這A股路股相關的這個ETF 我今天就是稍微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路股的ETF 我說深的啦 他真的也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這很多人都 還還還做了很久搞不清楚 那只做啊我們就做最大的 所以我第一個我先跟大家講 最大的不是不好 你要了解他投的是什麼 比如說 護身300ETF 我告訴各位 這個我真的稍微要花點時間 我稍微賣一下 這台灣真的是很詭異啊 護身300ETF 震惡 他根本不是投資護身300 他投資的是A50的期貨 為什麼 因為 中國的護身300期貨 對不起 他有交易的限制 所以基本上你投不太到啦 所以這個護身300的ETF 期貨這個儘管會 開出來的這個所謂ETF的規格 我覺得大家就是 我覺得也是誤導大家啦 這個怎麼叫護身300 所以回過頭來 用指數型去複製的 你看到所有的二差 現在無灰就有三種 三種比較熱門的 第一個叫A50 所以大部分早期出的 你看到的都是A50相關 比如說國泰 A50正二 護身300正二 不要懷疑喔 全部都是投資 新加坡A50期貨 所以他的折議價其實不大 為什麼 因為在A股休市期間 A50期貨也有交易嘛 第二個 恒生指數期貨 我自己是比較看到恒生 跟H股 為什麼 因為恒生的股指期貨 他的裡面的成分的內容 比較像網路科技股 他並不是傳統的消費股 所以現在很多分析師都在打嘛 就說啊這個A股的消費不好 對 我知道消費不好 那你說騰訊不好嗎 碳極嘛對不對 你說小米不好嗎 碳極嘛 賺錢嘛 他們是什麼 他是放在哪裡 恒生指數裡面 放在恒生科技股裡面 放在什麼 H股指數裡面 所以這個都有指數 他也有指數期貨 所以你看到什麼 恒生2X 那個就是什麼 就是投資恒生指數 然後轉成ETF 給你做投資的 好 那第二類的呢就是怎麼樣 直接去買進港股的 沒有槓桿的 沒有槓桿的 所以有一些ETF 中概相關你就看到了 他會點HK的 他就是什麼原資原位 這個我覺得其實也不錯 為什麼 因為他的資金流動性容易 那其實呢 騰訊 阿里巴巴小米 跟拼多多港股 他只有一個缺點 就這一波其實 在暴漲之前已經先漲過了 已經漲一段了 所以他的基起已經沒有那麼低了 好不好 這個比起A股來說 可是他的基本面 我先說 喜歡看基本面 像星哥比 更一樣 我喜歡看基本面的 我看到要公司有獲利的 第二類的叫留意 港股相關的中概ETF 其他的基本面比較好 齁那第三類 包含當然大家有問的 啊什麼 呃中國高股息對不對 好不好 好 但是他就是投資就是什麼 就A股 類似我剛才星哥講的 利用深港通跟護港通 台灣的投信 是把錢 parking到香港 香港的這些子公司們 再從香港子公司 開A股的賬戶 把錢拿去買什麼 買A股 那他就有一個潛在的優勢 他的錢 不是直接去上海開戶 所以你的錢流通性就比較好 你是透用什麼 深港通 我們說護港通 那直通車是怎麼樣 我買A股 錢打到上海去 我賣掉 錢就回到香港 所以他不要去怕說 啊這個錢會回來 不會了 那個錢都回來 因為是parking在香港 至少到目前為止 香港的資金是 還算是自由流通的 齁那這個就是什麼 以茅台 寧德時代 還有東方財富A股為主 那東方財富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包含星哥 我自己在看的軟體 我東方財富 他是所謂的A股的相對的券商股 券商股這一波我們覺得還不錯 好 那這邊特別要提醒 不要去追高溢價 溢價就是小鬼 你說包含 這些什麼 永豐科技50啦 你看 甚至於這些什麼 元大 護身 300 震2 他的 折 溢價都是溢價10%以上 這個就是我直接講 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買 你怎麼會在高溢價的時候去壓住 你說啊這個A股要大漲 我現在去壓住 可以啦 啊你 人家這個時候不在沖槓桿 沖槓桿是什麼 是在10月初的時候啊 現在已經來到10月11號了 盤在什麼 開始震盪的時候 你去壓槓桿蓋嘛 所以我再次強調 這個都是每天會更新的 所以你要去看 每天你要買那個ETF之前 一定要去看他的什麼 折溢價有多少 那A股這幾年 我覺得我這邊舉三個例子 就是說 第一個叫什麼 第一個叫做 中國A50 好國泰中國A50 各位可以看到你看 這兩年這條線呢 大概漲了多少 其實漲了 大概大概30%左右 那中國5G 其實在這一波以前他 標對標什麼 就是蘋果的概念股 就是蘋概股很多是在 台灣嘛 那有大部分已經超過5成是在 A股市場 大概是在深圳市場 那中國的5G有沒有這一天 有00877就是這個 那香港真的就有提到的 跟騰訊相關的 那他他相對來說 如果加槓桿的話就漲比較多 所以其實這一波 如果漲多了開始回檔 我覺得反而是你要做 parking部位的最好的時候 所以包含00636 我回到這個重點 這是國泰的A50 他其實他的成分股 大家就看我列這個表 就告訴你成分股是什麼 很多人都不知道了 你買都不知道要買什麼 00636是茅台 寧德時代 這就是傳統的A50 就是傳統的A股的0050 那00877就我剛才講的 這叫富華的中國5G 他投資的就比較像是 大家比較喜歡的電子股 那這些電子股又跟 Apple比較有相關 你看力訊這幫 代工的嘛 你說富士康工業復聯 這不是在幫Apple代工的嗎 所以這一掛00877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可以留意 那現在的方式呢 他也是比較類似是 溢價的空間 他不是 他是折價 我都沒有講 他是折價 那最後這個叫做00650L 你看他就是什麼 香港的恆生政樂 他投這個就是什麼 恆生指數期貨 有沒有 所以這個你就很清楚了 其實這些東西你一拆解 就是他在投什麼 好 所以最後呢 呃 我在這跟大家 我做一個表給大家看 你如果有時間你就把它拍下來 我就說 事實上 你看我剛才講00650L 他就是什麼 買進兩倍的期貨槓桿 所以他的標的就是恆生指數期貨 我就以為也是拉回佈局啦 你一定要等他 折價的時候再來佈局 那這個時候呢 各位看到包含說 富華中國5G 跟國泰的中國A50 富華中國5G 他就是投資 深圳的這些所謂的概念股 所以今天呢 我們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聊聊 A股的市場 我們認為呢 後面的機會 如果拉回佈局A股的股市 後面還有機會哦 我們下次見哦 拜拜